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继续为您带来以哈战士的最新消息 今天内容比较多 一 加沙地面攻势进入新阶段 乙军包围汉尔尼斯激战哈马斯 随着以哈冲突迈入第60天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南部 与哈马斯武装分子交战 联合国警告 加沙平民正面对无处可逃的情况 在乙军向加沙地带北部 展开空气和地面进攻 导致数以十万计的加沙民众 流离失所后 乙军如今向南部进攻 包括加沙第二大城市哈尔尼斯 以色列称其目标是摧毁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并解救10月7日哈马斯绑走了人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周三表示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南部的哈尔尼斯 突破了哈马斯的防舰 自周二以来 军防一直与哈马斯武装分子 进行激烈的战斗 在过去的48小时内 98、36、162这三个师 以及东部的另一个师 正在与恐怖分子进行激烈的战斗 我们已经突破了 贾巴里亚、舒加爱耶和 汉尤尼斯地区的防线 丹尼尔、哈特里少将在美日新闻发布会上说 此前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以色列军方已开始对该地区 第二大城市汉尤尼斯中心的哈马斯据点进行突袭 军方说在以色列国防军包围该事后的几个小时内 士兵们穿透了汉尤尼斯旅的防线 包围他 并首次开始在该地区的中心地带行动 至于以色列军方称 汉尤尼斯旅是哈马斯最重要的两个旅之一 目击者告诉法新社 在汉尤尼斯周边地区看到了以色列的坦克 装甲车和推斗机 迫使已经流离失所的平民 收拾行李 再次逃难 至于联合国估计 加沙地带人口中 有约180万人流离失所 而以军要求加沙民众 从汉尤尼斯迁往南部城市拉法的命令 造成了恐慌 恐惧和焦虑 加沙地带的卫生部称 当地一个作为避难所的校园 遭到袭击 造成了25人死亡 救护车和其他车辆 将伤者送往了汉尤尼斯的一家医院 据加沙当局星期二 提供的最新的伤亡数据 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已经造成加沙地区 16248人丧生 其中大部分为妇孺 以色列军方同田称 自以军向加沙的哈马斯 发动攻势以来 已经有82名士兵阵亡 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勒斯坦代表 佩尔科恩在加沙南部 通过线上连线时 敦促以哈双方停火 他说 局势每小时都在恶化 我们即将迎来人类最黑暗的时刻 二 以色列军方称250次空袭 袭击了哈马斯目标 以色列军方周三表示 以色列空军在过去24小时内 袭击了加沙的约250个 哈马斯的目标 因为部队继续寻找该激进组织的武器 地下竖井 爆炸物和军事基础设施 空袭次处略高于前一天 但低于以色列国防军在上周 与哈马斯达成临时休战后的前24小时内 报告的400多次空袭 以色列国防军周三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指挥了一架以色列国防军战斗机 袭击了两个火箭发射器 恐怖分子昨天从这些发射器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了一连串的火箭弹 以色列国防军说 其部队还袭击了在加沙北部一所学校附近活动的武装恐怖组织 他们还只是一架飞机袭击拜莱赫的中心地区 以色列国防军说 在这些袭击中 来自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以色列圣战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被消灭 一些恐怖主义基础设施被摧毁 多段在线视频显示 戴尔巴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许多伤亡者被送往附近的阿克萨烈士医院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周二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份报告 自10月7日以来 加沙已有近16000人丧生 该报告来自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的医院 三 以色列国防军说 他在加沙北部的诊所和学校附近 发现了武器库存 以色列国防军周三声称 在加沙北部的一家诊所和学校附近 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库存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武器藏匿处包含数百枚导弹 和各种类型的RPG火箭榴弹发射器 数十枚的反坦克导弹 数十枚的炸药 瞄准以色列国中心的远程导弹 数十枚手榴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 他说 一些武器被带走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而其他武器则在附近的田野中被摧毁 以色列国防军分享的录像显示 武器和弹药以及士兵将火箭装上卡车 目前媒体上无法核实以色列国防军缴获的武器库存的规模 也无法核实这些武器的发现地点 四 德国政府将要求公民身份申请者宣布支持以色列 德国东部萨克森州 安哈尔特州的公民身份申请者 现在必须声明他们支持以色列生存权 最项新立法是在10月7日哈马斯跨境恐怖袭击之后 以及正在进行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之后制定的 该法令规定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的国家理由或国家理由 据德国新闻社DPA报道 他看到了该文件获得德国公民身份 需要对以色列的生存权做出承诺 该法令指出 他补充说 申请人必须以书面形式确认 他们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并谴责任何针对以色列国存在的努力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内政部长 塔玛拉·齐斯昌在该州各城市和地区的信中表示 在入籍过程中应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 存在反犹太主义态度 信中说 如果申请人做出违背自由民主秩序的努力 包括反犹太主义犯罪和剥夺以色列的生存权 则必须拒绝公民身份 自10月7日以来 德国官员一再表示 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由 袭击发生后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在德国议会联邦议院发表讲话时说 此时此刻 德国只有一个地方 这是以色列的一面 当我们说以色列的安全 是德国存在的理由时 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德国人可能是历史原因 感觉对不住以色列 这次以哈冲突中的表现 倒是一枝独秀 五 内塔尼亚胡说 只要他是以色列总理 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 就不会统治加杀 2023年10月12日 以色列总理 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会晤后 美国国务卿 在以色列国防部所在地 基里亚内向媒体发表声明 以色列总理 本亚明·内塔尼亚胡周三表示 只要他担任总理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就不会再加杀掌权 这突然以色列和美国政府 在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后 对非地治理的分歧 只要我是总理 这就不会发生 无论谁教育他们的孩子 进行恐怖活动 资助恐怖活动 并支持恐怖分子的家庭 在我们跟从哈马斯之后 都无法控制加杀 内塔尼亚胡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 他的评论 是在阿拉伯天空新闻周三报道说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 马哈茂德 阿巴斯表示 该机构准备在加杀 和越南和西岸掌权之后 发表的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表示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应该在战后 管理加杀地带和越南和西岸 拜登在华盛顿邮报 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 在我们争取和平的同时 加杀和越南和西岸 应该在一个单一的治理结构下 重新统一 最终在振兴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下 因为我们都在努力地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然而 内塔尼阿胡一再拒绝战后在加杀 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的政府的想法 内塔尼阿胡在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认为目前形势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没有能力对加杀负责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是越南和西岸一个自治有限的政府机构 它是在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中建立的 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和平协议 巴勒斯坦组织放弃了对以色列的武装抵抗 以换取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承诺 他承认了以色列并以致进行了多次失败的和平倡议 汉马斯控制的加杀 并向自己作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替代品 以色列国防军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部队正在该领土第二大城市 含尤尼斯的心脏地带行动 以色列军方周三声称 新二在加杀地下 但没有说明他们认为他在哪里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发表声明之前 不久 以色列总理贝亚明·内塔尼亚胡说 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西瓦尔 在加杀南部的房子 西瓦尔的房子是汉尤尼斯的地区 丹尼尔哈加里少将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那里有恐怖基础设施和总部 西瓦尔尔在地面上 他在地下 我不想提及我们从哪里获得的情报 以及我们获得了什么情报 我们的角色是找到西瓦尔并杀死他 我们需要尽快做到这一点 他补充说 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高级顾问 周三告诉美国有线电视经络 包围西瓦尔的房子 是象征性的胜利 这将是一场真正的胜利 马克·雷格夫说 我们得到这个人 只是时间的问题 七 以色列军方在加杀南部的 汉尔尼斯上空 投下了印有古兰经经文的传单 以色列军方周三 在加杀南部的汉尔尼斯上空投下了传单 上面写着关于诺亚时期大洪水的古兰经经文 洪水淹没了他们 而他们却坚持做措施 传单上用阿拉伯语写道 这一节经文来自古兰经中的古兰经 其中诺亚被派去作为先知传教950年 并在洪水来临之前 警告人们 那些犯错的人被洪水冲走了 这张纸上印有以色列国防军的标志 法新社拍摄的视频显示 船单从汉尔尼斯上空落下 该船单还使用了洪水一词 哈马斯用来描述起 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阿克萨洪水的词相同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他现在正在加杀第二大城市的新藏地带 开展行动 并在本周早些时候警告居民 以色列国防军在汉尔尼斯地区的战斗和军事推进 不允许平民通过萨拉赫丁轴线 在汉尔尼斯市北部和东部地区移动 8.以色列国防军说 以色列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 以色列国防军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 发现一枚地对地导弹飞向了以色列 特别是埃拉特市 以色列国防军补充说 他使用箭头防空系统 在红海地区成功拦截了导弹 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武装部队表示 他发射了一批弹道导弹 目标是埃拉特地区的军事目标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说法 目标没有进入以色列领土 没有对平民构成威胁 想起的警报器符合协议 也门武装部队在声明中补充说 他将继续对以色列敌人进行军事行动 并执行阻止以色列船只 在阿拉伯和红海航行 以支持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力 直到对我们在加沙的兄弟的侵略停止 另外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说 一艘美国军舰周三在红海南部 从也门湖在武装控制的地区 记录一下无人架势飞行器 这名官员说导弹驱逐舰 梅森号没有受损 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受伤 无人机正朝着船的方向飞行 与最近其他无人机被击漏的事件一样 这位官员表示 他离梅森号足够近 以至于该船的指挥官认为 这是一种威胁 需要被击漏 周日在对三艘商船的一系列袭击中 至少有三架胡塞无人机 被卡尼号航空母舰击落了 自哈马斯于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以来 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 向以色列和美国在该地区的资产 发射了大量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加剧了人们对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担忧 相隔这么远打导弹干嘛 野门胡塞武装 又在怒刷存在感表态了 笑 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过渡期 需要在战斗后进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马特米勒周三表示 美国明白啊 在对哈马斯的作战行动结束后 以色列军队将留在加沙 这将是一个过渡期 但这不可能是永久性的 这不会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让以色列离开 并留下一个安全真空 加沙内可能出现猖獗的无法无天 无辜平民被剥削 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知道 在作战行动结束时 需要一些过渡期 他补充说 米勒说 美国不会接受 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 也不会接受在加沙建立缓冲区 因为 这将违反不减少领土的原则 这将违反不减少领土的原则